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2017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场面盛大 不过如今有中国媒体爆料 这场公开活动表面平静背后却暗潮汹涌 中国网易新闻PO出这一篇标题为铁圈杂项历令置昏者的报道 揭露中国领导人曾经差一点遭到暗杀背后主谋是他 前江苏警察总队队长卢文静 前重庆公安局长邓辉林 前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明 是有名的江苏邦成员 网易新闻揭露三人对中共中央不满 私下会辱骂中国领导人 保留内容虽然没有提到是哪一位领导人 但是三人被双开入狱前 有在南京出席纪念活动的也就知可能是他 中国城乡战火联名 硝烟四起 派系角力来回拉扯 眼下掌权的习近平喊出老虎苍蝇一起打 用共同富裕杜绝贪腐之民开闸前朝 涂得更多的或许是保住权位 三连新闻 黄云轩报道